Hello 大家好 最近大家都在搜索徐家燕 这个恒大内部消息 内部人士进行了一个回应 就是说恒大副总裁发了一个朋友圈 就是副总裁说自己不相信 就是大家都在这个网上搜索 研发了很多就是一个地震 引发了一个地震 很多人就是说都在搜索 一会儿我把这个图放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因为就是在这个恒大内部 就是这个人士表示 在11月30日徐家燕在广州参加了一个会议 整个状态还是精神面目都是非常好的 恒大集团就是副总裁也发了朋友圈 就是说说是不可能的事 大家就是相信就是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事 我把这个他们内部的一个信息 放在这个旁边晒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信息呢就是来之不易 希望大家呢就是订阅一下 就是没别的意思 这个信息呢就是说 2022年12月2日 1点48分 就是说徐家印先生呢 刚刚在这个恒大高层管理呢 发布了一条语音讯息 语音信息 侧面必要了关于这种传言传言 我没有讲什么 我没有讲什么 大家都懂的 这个平台呢就是尽量不要讲这些正能量的 不要讲一些负能量的事 要讲一下正能量的 所以呢 筛出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语音线心里呢 就是要求我做好这种复工 复产的工作 12月2日 也就是今天的1点48分 现在是2点多 截止这个录这个视频的了 然后他发了这个信息之后呢 很多我把图片亮出来 然后很多人就说 收到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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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个集团领导工作群里面 显示很多人都收到了 收到老板了 嗯 是1点半 说多一点 发生了这个事情 这说明这个老板呀 就是安排工作 非常 在群里可以安排工作嘛 所以就是进行了一个毕业吧 感谢大家订阅啊 这是内部消息 希望大家订阅 这个信息呢 也是来之不易 感谢大家收看订阅 拜拜